上回书说道 我爸带着恶人一百多号人在帮会歪歪单干 怼了恶人副指挥 全帮刷666 帮主那傻逼还打了广告 就这样 恶人副指挥走 我爸也不知道带着他们被邪渊灭了几步 值得欣慰的是 恶人指挥顺利拿下了几个boss 我跟我爸说 现在我们是优势 我们防守就可以了 我爸说 好的 过了一会儿 我接到一个好友申请 点开一看 我的怪怪 恶人指挥 我马上点接受 他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这么搞下去会输 让老大爷悠着点 我爸看见来了句 你跟他说 我们地盘目前在左边 长期防守不是办法 让他把人勾引上边去 我先去埋伏一步 指挥凌乱 我爸带着他们埋伏在上面的小树林 让我把坐标发给恶人指挥 结果我们还没有迎来伏击的目标 迎来了两百个号戏被团灭了 我爸第一反应 就是被恶人指挥出卖了 我爸让我打字过去 说他不讲信 恶人指挥哭下 大了句 叔叔 我真没出卖您啊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减三树洞 吧 您都奔溜了 能别指挥我帮战了吗 第八减四减一期 楼主柳随风 下滑线V 视频作者陆其生 新浪微博陆其生 杠神黑 废话我们又说到现在 说到那么多 随便加个关注 随便投入硬币 随便分享一下 随便收藏一下 好的 那么废话就到这 那么正片 开始 我说 爸 我已经和您说了 这游戏有007 007 汉奸吗 妈的 难怪对面老是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还未碰到高手了 还有 这什么情况 你现在才告诉我 怎么不早说有汉奸 你他妈也算搞情报的 我操 我是气喘 我不是搞情报的 我他妈以为你知道啊 你不是看我玩了几个月了吗 结果我爸在歪歪喊了句 谁啊 谁是汉奸啊 我和你谈谈 整个歪歪笑翻 我爸还在那里高谈阔论 说什么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了 你还在这里当汉奸 你觉得你对得起自己吗 你觉得你还是中国人吗 现在都是枪口一致对外 你居然背叛党背叛国家 不能光明正大的干一场吧 专门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 持续BB十分钟 游戏里一个马甲受不了了 打字 大爷 你教训的事 我再也不这么干了 给个机会 让我将功赎罪 地图一片6666666 我操 爸 您太牛逼了 儿子给您跪了 我爸看见那个打字的 马上小声来了去 儿子 打字 快 他是敌方的人 赶快收编 让他把对面的情报告诉我们 姐 这自由买 别人听得见 全场笑翻 那个007也笑翻 一场攻防 两个小时 终于打完了 在我爸和恶人骨指挥的努力下 终于小慎好奇 我爸也如愿了 拿了他的第一个尘 其实是boss了 可人 至于为什么是可人 我爸是这么结实 看他穿的不错 估计是谢渊的聘子 拿下再说 全崩晕倒 攻防结束了 在一阵欢声笑语中 我也以为不会发生后续这些事情 可是 恶人指挥来到我们外 说要找我爸 谈谈 结果 我去找我爸 他正在看桃花嘴嘴看 没时间 我原话返还给了 攻防指挥 那撒逼居然还问我是啥节目 我说 是和《非诚勿扰》 一样 帮会里瞬间来的一句 哟 这是要给你找后妈的节奏 谁 站出来 我弄不死你 终于 在过了那一天之后 我爸想想 问我 那个找我谈的人呢 我说 爸 那孙子在外面候着 我爸说 得 那就去谈谈吧 一曲 歪歪 那个谁啊 找我谈谈呢 我来了 谈吧 怎么个道上里滑一下 我心想 这是要糟 这不是要搞事吗 我说 爸 没多大事 您别这样 我爸看了我一眼 来了去 这叫气场 你懂不懂啊 妈咪 又忘了关自由 卖 对面全帮笑翻 指挥说 老人家 您这样分化恶人骨 其他人很难玩 如果您真是有兴趣 平时您可以指挥 大工房 毕竟代表的是 整个恶人骨的荣鱼池 在外面现实我们不团结 很容易输的 我爸听了是这么一个例 来了句 其实我也不懂你说的那些 但是你那句团结 我喜欢 以后工房 你指挥 但是你的计谋要整理着 我这里有套孙子兵法 待会儿让我儿子发给你 你多看看 我就当给你当个参谋了 爸 您这是想垂帘听证啊 厉害了 这手段给贵了 那指挥也爽快 说道以后有事 大爷您招呼一声 我也爽快 事情就那么过去了 我爸也没上过工房了 可是帮战 他倒是已称为统战子 还有好多人慕名而来加帮会的 有一次我带帮会战场 我爸蹲在旁边来了去 我来指挥 我说 啥 你还会战场 他说 我可看你玩了几个月啊 我说那行 25人坑爹之路 本来只有5个人进组 听说他指挥 尼玛瞬间组队不断 一瞬间 25个人 我说 哇 不能这么 这个要搭配职业 我爸问啥职业 我说 比如步兵 骑兵 炮兵 这样 哦 我爸问 那怎么看 我说 看图像 教他看完职业 我他妈发现 他组的全是DPS 没一个奶妈 那些豆鼻瞬间下跳战场频道 我还在叫我爸 踢几个人出去 加几个奶妈进来 结果那群豆鼻说 大爷 死了可以复活 没事 我们就跟着您保家卫国 我爸也来了兴臣 就怕你们没血性 走起 然后队伍里有个撒逼 在歪歪加了个直播 全屏广播 让他们去围观 唉 老子的手 瘆 刚刚准备排队 突然来了一个和尚家队 我爸知道这是和尚 就在歪歪喊了 保家卫国 这事就交给我们就行了 出家人就不要跟着我 打打杀杀了 那货还来一句 大爷 我是五三 会一惊惊 我爸让我和他打一 我把他按在地上 一顿走 我爸说 消停了吧 你连个道士都打不过 还保家卫国 回去敲钟吧 然后那个和尚 也缠了我们帮会的传说 遇见他 就是 大爷让你去敲钟啊 唉 现在想想 挺对不起他 顺利进入战场 我给我爸 科普了一把 战场基石 他知道了什么是分数 知道了什么是拿棋 和多少分出车了 我就开始听他表演 谁知道他老人家 又不按套路出牌了 他分了两拨人 12个人去东三 12个人去南六 他让我去对面出车的地方 我问他这是什么套路 对面的话是散 对 他说我们死守两个点 对面出车 你看见了你就发信号 我们打车 这个就可以 我内心是崩溃 那群逗逼也是欢不乐 我说 爸 换个方法 那群逗逼突然说 唉 没你事啊 就按老大爷了 怎么来啊 终于对面600分 我们480分 对面出车了 我爸说 所有人啊 畅生埋伏准备接车 那群逗逼 果断统一指挥 老子指挥的时候 你们怎么就不听呢 当他们顺利截掉马车 我们反仇我们出车了 我爸他又扁了 来一句 快 我们去强点 你杀了我们 干嘛让我看见希望 又让我失望 最后 我们以100分的差距 输了 我爸马上一阵 言辞了来一句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们也会出车 我 第二吧 说什么也不让他指挥 结果 我说了一句 打的留下 不打的走吧 他们居然来一句 还是输出准备 我说不是 结果 全他妈走完了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